來 吃飯了 我們大愛劇場 就是為了讓戲劇呈現更真的狀況 你看我們導演 酸香露燒 整個劇組為了呈現戲劇的真實性 模型 模具 半成品 都是去南部買上來 一個一千多 我們一弄下去都要十幾二十個 就是那個爐子嗎 對…香爐 對 因為那是製成很重要的工作 我們做出一樣的東西 還可以比我們更熱 我們會贏的對不對 拜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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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製成在他的職場上面 基本上沒有說很順 他的青春時期 年少時期 在學的手藝都是翻紗 那個翻紗的手藝沒有跟著時代進展 一直到他後來離開了鐵工廠都一樣 就是他沒辦法在這個時代的變遷當中轉移 那老闆其實也是迫於無奈 像這個當時的鐵工廠 前面雖然可能很興旺 很興盛 但時代的變遷以後 各種的產品 新產品出來 這個他舊的產品呢 也受到市場的衝擊 老闆也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決定 對不對 現在喔 你告訴我 是哪一個出的事情 我要來處理 誰 你說什麼我就做什麼 我只聽你的話 我也很乖 快咧 因為聽到他在那邊苦苦哀求 說我講什麼他都很聽話 然後他可能已經跟著我 跟了好幾年了 對啊 從什麼都不會 然後學到現在 也慢慢幾乎可以獨當一面 但是我被迫要把他趕走 其實也是滿心痛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聽到 然後當下就很有感覺 我本來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的話 對吧 有 現在都說完了 都說了 好 這個要用哪一個心情去說這個東西 謝謝 我要請教 好 對 我們讓大家看到了這個鐵工廠的場景 但是也要認識一下 當年的鐵工廠 到底是一個什麼景象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宿明師姐 你好 你好 然後來歡迎這個大師傅 真的很厲害的志成 李韻慶 你好 艾森姐 師姐 大家好 這個拍鐵工廠的戲 對於韻慶來講應該很陌生 這一項工作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鐵工廠 鐵工廠 然後我只有電影裡面 感覺就是那種燒紅的鐵 然後在那邊卡 很大的聲音 然後到處都是煙 然後很熱這樣 好 那真的要問一下宿明 以前那個鐵工廠真的羞腾腾嗎 那個就是鋁塊 他們是做鋁塊 對 鋁塊要融化 鋁塊要先融化 先把它融化 然後製成就是做的 像這個一個杯子 是 然後這旁邊 這都用那個砂 那有一個模子 這樣子 這樣 然後慢慢把它拿起來 這個杯子拿起來 那個砂把它吊著 那個就叫翻砂是不是 對 等於是做一個模型 對 那所以製成 他就是在那個鐵工廠裡面 他是開發這個模型的人 對 那個模型不是說別人固定的 是要你自己這家鐵工廠 自己做這個模型出來 是自己研發 自己研發 有那個蠟 有竹苔 有那個香爐 大的 大的 小的 中的 對 那我們現在就在想說 像香爐 香爐上面有圖案嗎 對 就有花什麼的 有花 還有什麼什麼宮 什麼什麼廟 對 那個就是 那個 翻砂的時候就要把它做出來 翻砂的時候 就有一個模型 就有一個模型 那你就 就 就要 就要把它印刷 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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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硬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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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就把那個 那個 塗樣 塗樣拿下來 所以那個手續很多 對 拿下來以後 然後那個鋁塊都融化了以後 這個掉好了 然後就放在那個 一個模子裡面 然後再把那個 熟燉的 鋁塊 那個 融化的 那個 像鐵漿一樣 液態 對 灌進去 灌進去 然後等它 冷卻 冷卻以後 然後再磨旁邊的那個 鋁塊 對 把它磨掉 磨掉 把它磨掉 然後再拿去 車床 那個 秀珠 他老公就是在這 做車床的 車床 車床的 把它車得 油油 就是讓它那個粗的地方 粗的地方 車床 對 車床 然後還要再來 然後就拿去 讓它上色 讓它上色 讓它變成 因為它做出來 不是金的 不是 它做出來就是鋁 鋁就是 顏色沒看 對啊 我們現在看到的香爐 都不知道這個工序 有這麼繁雜 對 我去拍的時候 你去拍的時候 我也就學了 比較大概的步驟 然後第一次接觸到 我覺得翻磨 竟然是 翻砂竟然是 真的是砂 它就是用你平常看到那些砂 然後它用很大的壓力 去把它壓得很緊 它就可以變成是磨 我那時候也覺得 竟然像武士這樣做出來 對 那時候不是用機器的壓 還是用人工壓 就是人工 對 對 人工可以把它壓那麼緊 是啊 對 所以說都 大家都是靠勞力在工作的 對不對 那以這樣子來講 那所以志成他在那個時候 那個翻紗 然後還要把裡面的圖案 把它設計出來 還要設計 所以他真的就是 很有才藝的人 他是好像有才藝的人 他就是算大師 大師 已經做大師了 對 那可是我們常在講說 以前的年輕人就是說 一定要有一技之長 對 而且這一技之長 你要給他專業 然後變得很深入 對不對 那就變成無可取代了 可是你看 要轉型 對 你就必須一個一個改型套路 對 對不對 那這個對於志成來講 他應該是很失落吧 因為到時候你要他轉型 你要他去做什麼 他除了做翻紗設計之外 他不會做彼得 對不對 所以運氣在拍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真的 像剛剛在講 你還得要做壞人 先幫老闆把你的徒弟給辭退 對 因為這個東西 這種技藝 你學的時候 你就希望你有一天 能夠把它傳承下來 這麼好的手藝 然後你辛辛苦苦 教了這個徒弟 最後要把它趕走 這手心手肺都是做的 你哪一個都不對 是 真的 這個對於志成來講 這是一個 除了自己要面對轉型 他還要做這樣子一個割捨 他要怎麼樣去決定 把誰先讓他離開 對 那一個是他自己的親弟弟 親弟弟 對 你說他父弟喔 對 他們都從南部就一起來 來打拼 都叫自己的人來 對 因為自己師父一定帶自己人 對 彈給自己人 對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是他堂弟 這要你選 你是要選我親弟弟先離開 還是我堂弟先離開 這還好不是 戲裡面沒有這樣寫 這樣寫我更不知道 更為難 所以我們這樣 好痛苦喔 這樣才了解到志成那個 決定多難寫 對 後來他堂弟先走 是 是他叫他堂弟先走的 還是他堂弟自己 沒有 他堂弟自己走 真的喔 他堂弟知道也了解 了解這個 哥哥的這個 怕哥哥為難 對 哥哥知道他哥哥很為難 對 然後他堂弟他家比較豐富 所以志成家其實很辛苦 很辛苦 比較辛苦 非常辛苦 因為他爸爸愛獨博 所以囉 因為這個哥哥帶著弟弟出來 希望能夠出師 然後可以有一份工作 對 可卻沒想到時代的改變 對 這個真的是叫做很難下抉擇 對 你在旁邊看應該覺得很難過 很難過 那時候 那時候我剛生產 而且又沒頭 對 這些兩個 好苦喔 是啊 那我反而覺得像這個素吟師姐 他因為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對不對 你反正什麼都做過 對於志成這樣一個專業專攻的人來講 真的是改行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其實現在像運慶 你如果說用現代人的角度來看 好像我們常常在講說 除了一技之長之外 還得要有第二 第三 專長 是不是 是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時代改變 好像也很無奈 因為在我查的資料沒錯的話 台灣第一個鐵工所是1919年 那你看那個時候有 後來才會有中鋼 還是什麼 以前是為了台塘做塘做這些 也是像這種機具模具對不對 那也是鐵工廠也是帶動了台灣工業起風 肥經濟起飛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可是卻看它就是因為時代的改變而蕭條掉 那真的是心裡面感受很多 對 好啦 我們現在也看到除了送迎自己 人生面對考驗 那志成也是 沒有你這樣講我們還不知道 辛苦了 辛苦了 真的很難做決 對 好 那他們怎麼樣去做決定 又怎麼樣去迎接未來呢 我們就請大家繼續收看 迎風而立 learning ですね dedi